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Matthew 今天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個網站 可以幫助我們隨便下載那些照片 拿來用,又不需要擔心版權問題 其實在我介紹怎樣做PowerPoint那一小時的影片 我都介紹過的,不過我今天再跟大家介紹一次 那個網站就叫做pixabay.com 我們現在就轉去Google那邊 我們現在去到Google這個版面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在一個address bar 打pixabay.com pixabay.com 在打這個網站的時候,我們就馬上去 我們去到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Stunning free images and royalty free stock 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需要擔心版權的問題 而且有很多照片就任我們選擇來用 如果我們隨便滾下去,我們就已經看到 有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那你當然可以再看其他 那譬如我選中了這一幅 我假設想用這一幅照的時候 那我就按一按下去 當我按下去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原來在這裏 下面這裏的小照片 這裏說sponsor image, eye stock 那這些照片是要付錢的 所以我多數都沒有理會他們 不會用這些照片的了 但是譬如上面這些照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些標籤 Tex, flowers, spring, nature, bloom 那這些標籤,其實 當我們再按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我整版都是這些花的照片 在上面同樣地 這些叫sponsor image 這些小照片是要付錢的 但是譬如我看中這一幅照片 那我看中這一幅照片的時候 那我想下載來用 那有幾個方法的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可以右滑鼠 然後我們就copy那個image 當我們copy那個image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開PowerPoint 那當我開PowerPoint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貼照片 即是paste下來 我就已經可以立即使用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這樣我們就會看到 旁邊有一個 free download的綠色按鈕 那這個free download的綠色按鈕 其實你見到它下面就提示我們了 哦,Pixabay的license 就是free for commercial users 哇,好開心啊 commercial use 商業用途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no attribution required 你連提它的名字都不需要提 那我真的很開心 那我就會按這個綠色的按鈕 一般來說 它就會選擇了一個resolution 帶到一個地步 又不需要付錢 又不需要lock in 都可以用到的 那1920呢 其實我也是很喜歡的 因為大部分的螢幕呢 現在呢 都是1920的闊度 那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按這個download button 它就會問我是不是機械客人 我當然不是機械客人 那我就check了它 接著按下download 那它就會自動就download 到我的手機那裡了 那我譬如 double click 這一張照片呢 它就已經會 download了由我的手機開出來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再右滑鼠鍵 我copy它 那的時候呢 我再去回PowerPoint呢 那譬如呢 我開一個的新頁面 那我就在這個新頁面那裡 我就paste下來 那這一張照片呢 理論上呢 這個resolution呢 就會比我原本呢 第一次在Pixar Bay 直接copy那張照片 就更加清晰的 更加漂亮的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我為了 如果呢一勞永逸 將來呢 那個畫面的質素更加高呢 我都會先下載 先至呢 由我下載那個檔案 copy下去 我PowerPoint那裡使用 那除了PowerPoint 或者你去做一些 Banner 廣告啊 或者網頁啊 我基本上呢 我都是經常去到 Pixar Bay這個網站呢 去拿相片和找相片的 那上面呢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相片 除了相片之外呢 你要看到呢 其實呢 他呢 還有其他的 譬如呢 他有一些叫做 Graphics 即是如果是Graphics 我都是用 那個來去Search 譬如我是Flower 先啦 那你就會見到呢 今次呢 給我看到那些 的相片呢 就全部呢 是Graphics 來的 那些Drawing來的 即是畫出來的 那除了Graphics之外呢 他其實呢 都還有一些 叫做 Illustration 即是 這些就真的 畫出來了 就不單止呢 是 就這樣叫做Graphics 那麼呢 就另外一些 叫做Video 那麼呢 Video他不多的 不過呢 他都有的 如果你拍片 真的需要有一些 Stock 去用下呢 他其實呢 都是有些 譬如呢 我們進到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蝴蝶 那麼我們看一下 那個蝴蝶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蝴蝶呢 就應該會動動一下呢 就可以 可以 給我們 插進去的 影片裡面 那麼你就見到呢 那個蝴蝶在動動一下 同樣地 我們呢 按旁邊那個 的 Free Download的Button 他就會自動 下載了 那麼在這個Case裡面呢 他有1920x2080 已經是高清程度 的影片 我們可以拿來用 那 那麼 大致上呢 就是這樣 Pixarbay.com 這個網站呢 我用得很多很多 無論呢 我做Presentation 我做網頁 我做一些廣告 做Banner 甚至乎 可能做一些心意卡 這些呢 我都拿來用的 那麼希望呢 大家呢 有機會呢 就可以去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 適合的心水的照片 啊 圖片呢 可以幫你呢 拿來去用了 或者做設計了 那麼我今天分享的內容呢 就到此為止了 那麼我們下次呢 再分享其他呢 有用的工具了 拜拜